下星期就是李董節 為了後來中華館 和一位柚檔拼到和學士來做的行程 做好學棟開幕和朋友 中華館長有名國今天 辦法中正後來 兩百七十五個模範李董 困難他們的柚檔拼到和學士精神 這次真相標用的李董 都是中華館公司的柚林芳所推算出來的小朋友 由館長一般般標用 並跟他們做的那一種 中華館公司的柚林芳 模範李董標用瓦檔 今天在中華間會聽到幾乎 來自館來兩百七十位 模範李董接受標用 會長中也安排中華館 專屬結尚物張曉鴻、吉露花 和現場的小朋友一起家長登録 館戶也在會長報在那裡 讓小朋友和家人非常留念 讓這最大的驚悟一天 擁有保存 我們中華館每一年都有 一萬兩千個新生兒 那我們在這個 4月4號兒童節的前夕 我們要來表揚 在公實力幼兒園 讀書的這些小朋友 那這些都是模範兒童 藉這個機會來表揚他們 那我們也 也了解說兒童 是我們的希望 是我們的未來 那現在是一個少子化的 時代 這個人口越來越少 對我們國家整體的競爭力 會有不好的影響 所以我們鼓勵生育 那為了鼓勵生育 我們這個 天啊小孩三三三 生一台補助三萬 我們是全國最高的 那每個月發三千塊 發到三歲 我們遵照議會的決議 排富 我們發給中低收入戶 那除了這樣的一個福利以外 我們在這個 幼兒園 小班跟中班 讀私立的幼兒園 我們每一年補助一萬 那大班的話 我們配有中央的政策 補助三萬塊 那我們希望能夠減輕 年輕的爸爸媽媽的負擔 這次的標榮台會中 在這裡把你公開辦獎醫生醫院 也安排了小朋友最愛的 律動操 剛才醫匯貴賓 藏入一級的兼演會是兼演 希望他會標榮多 企劃小朋友是真正美的行動力 並鼓勵小朋友得完 豐富還是獎勢 兼演外伐 列強的生命力 新中華新聞 北邊臨 廣告 多多